修丹火后与月之消长无异 自外担言 炉中起火三日 起火气方达于顶气之中 顶中间 拱等药物融化为业 得此火气烹炼而振动 翻滚 故以始生之月和周易金挂阵 及别挂钱之初九为其正业 炉火断至八日 顶中千金 流拱相融 齐气相通 各得其半 而每月初八 月相为上贤 齐光亦半明 齐壮如周易金挂队 故以上贤之月和周易对挂 及前之九二 欲丹道洋火用功至半 每月的十五日 月与日相望 月光盈满 如今挂钱的全洋之下 丹道以此欲洋火圆满之时 丹道洋火既满 满则甚矣 胜则恐衰 故意当防危率险 昼夜勤勉 警惕 防其亏蛇 与别挂钱九三瑶之意相合 阳之中吉阴之时 月于十六日后 一阴前生 月之光时亏 如周易金挂之讯相 御顶中千金 柳拱之夜 费勇至极 在此生而上的过程中 也有降而下 此与别挂贤九四瑶 其一正合 月至二十三日下贤 其光半亏 半明半暗 如周易金挂根之相 丹道则以之欲 顶中千金 柳拱各半 父君 丹道因服用功至于 其半之时 此时顶中千 拱之气聚足各半 丹药尽于原城 固有加喜 知庆 此与别挂钱九五瑶 其意正合 当此之时 须当沐浴 时不可遇 月至三十日 其光尽敏 其相如周易金挂之昆相 昆为纯阴 阴急而扬生 丹道以之欲阴复将近 阳火重生 太阴之月 与太阳之日 合避而会的情景 此时千 拱句话 金丹已成 正当直火 此与别挂钱上 九瑶其意正合 总之 以火消金 乃外丹烹炼之法则 规矩 外丹以酒为养火 用酒为用火 火焰熊熊 则有翩翩之相 养火用之有其限度 火烹到一定程度 需要撤火 撤火之后 根据情况 又要生火 故炼丹过程中 火有生有灭 与钱用酒之意正同 得火之烹 顶中千 拱等药物方能 情性相合 辗转香荣 香荷 承其珍宝 自内单言之 初三之鹅梅月 与周一 精挂之阵相 和别挂钱之 初九摇乾隆 皆可欲修丹者 身中 静急生动 虚势生白 一点真灵之羊鱼 混沌中生发 羊火 起序之初的情景 初八日上弦月 与周一 三化之对象 和前之九二 建隆 可欲修丹火候中 羊火 用功置办 阴阳相赫 火候相平的情况 十五日月光 盈满 与周一 精挂钱挂 全阳之相 和别挂钱之九三 中日前前 息涕若利 可欲阳火圆满之意 燃满则慎意 盛则恐衰 故当防危率险 昼夜勤勉 警惕 防其亏折 十六日之后 月之光盛极而衰 其名渐亏渐减 丹道则以此 明阴阳火福之转换 至于急则 剑向自己的 对立面转化的过程 此时 阳火尽天至极 须当以阴符皆知 通过徐运阴符 以包裹阳气 以达顾忌操持 保养其阳的目的 此乃单道阴符 计统之时 月至二十三日下嫌 其光半窥 半明半暗 如周一三化 更挂之下 单道则以之御阴符 用功制于其半之时 此时顶中 阴阳军平 阳火的阴符相及 居于中正 刚柔相合 不偏不已 月至三十日 其光尽敏 其相如 周一三化之坤卦 欲修丹者神器归根 既然不动 至虚急 守静堵 久之则会去说来 静急而动 要描右心 复生耕月 内丹以神 气为阴阳 为性情 其所谓金情 木性 实则欲止神 气 神 气本为一物 后天分而为二 其中 木性为魂 藏于甘居东 金情为魄 藏于肺居兮 东西间隔 魂魄不能相聚 若能以撒合神 或以神欲气 此则为推情合性 则木性爱金 金情恋木 金木不间隔 魂与破转而相语 神与气魂而为一 在这个过程中 阳生则阴霄 阴生则阳霄 自然而然 有阳火 阴福之用 其中 阴急阳生 或为昆妇之计 此为天根 阳急阴生 或为前垢之计 此为月枯 此章所表达者 即是阳火 阴福转换之法则 卯壁之上 阵出为征 阳气躁端 初九乾隆一 阳以三立 一以八通 故三日震动 八日队形 九二建隆 和平有名二 三五得救 前提乃成 九三西涕 灰蛇神扶三 胜衰剑即 中环其出 三讯祭其统 故计操持 九四霍跃 进退到威四 更逐止进 不得于时 二十三日 点首贤七 九五飞龙 天位加习武 六五昆城 节阔中时 蕴养众子 视为类五 尚九抗龙 占得余也六 用九翩翩 为道规矩 阳术以气 气则复起 推情和性 转而相遇期 注释 一卯猫 臂之上 阵出为征 阳气躁端 出九乾隆 休丹火后 与月之消长无异 月之行 其出则始于 二十八秀中的 东北基 斗之乡 旋而右转 至每月初三日前后 日将落之时 月初声名于西南方 于二十八秀 所之方位而言 乃为卯 必之位 月之始声名 其壮如 周易三化卦之阵相 故单道以始生之月 和正卦御阳火 发生之端 以其为顶卢中 阳气渐生之正宴 此阳气发生之端泥 又可以重挂前之初九 乾隆为笔 初九虽有龙德 但上前伏 以御顶炉中 阳气虽生 但其力尚微 卯 碧 乃周天二十八秀中的 西方之素 争 正宴 前 也而未见 行而未成 龙 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 神异动物 扇飞腾 变化 故以之欲担到 阳火之变 自外单言 月亮于初三日前后生鸣 出现于二十八秀的锚 碧之卫 这表明炉中起火三日 起火气方达于顶气之中 顶中间 龚等药物融化为叶 得此火气烹炼而震动 翻滚 故以始生之月和震挂 为其正宴 自内单言 初三之鹅梅月 与周一三化之阵相 和别挂前之初九 乾隆 皆可欲修丹者身中 晋急生动 虚势生白 一点真灵之羊 于混沌中生发 羊火起序之初的情景 二羊以六句 初三日婚 月初西南耕方 耕为羊干 故说羊以三立初八日婚 月初南方定位 定为阴干 故说阴以八通 炉中之火经 三日之言 顶内方得阳气初步 故说三日震动 炉火断至八日 顶中千金 柳拱相容 齐气相通 各得其半 而每月初八 月相为上贤 齐光亦半明 齐壮如 周亦三化之队 故以上贤之月 和对挂玉丹道 羊火 用功致半 而有八日队形之说 若以别挂贤之理言之 则羊火用功致半 可与前九二瑶相议 前文言 为九二龙 得而正中者也 因九二瑶居下挂之中位 正可欲修丹火候中 羊火用功致半 依羊相赫 火候相平的情况 右前文言说 剑龙在田 天下文明 前之九二瑶相 蒸阳气 处于地面之上 此时约当周历的三月 四月 下历的蒸月 二月 草木生长 大地成文明之相 而丹顶中药物相容 相结 亦有文明之相 三三五得救 前提乃成 九三西涕 窥折神福 每月的十五日 月与日相望 月光影满 如今挂钱的全阳之相 单到以此 玉阳火圆满之时 如以别挂钱向炎 则应在九三瑶 九三阳瑶处阳位 又居下挂之上 与月至十五全阳而圆 其意正同 前九三瑶位 君子终日前前 西涕若历 无救 认为咒则勤勉 夜则警惕 虽处危境 可无灾救 单到阳火济满 满则圣意 圣则孔衰 故意当防威律险 昼夜勤勉 警惕 防其亏蛇 与九三瑶之意相合 固有九三西涕 亏蛇神福之说 三五 指每月的十五日 即月圆之时 得救 功德圆满 前体 纯阳之意 阅望之圆满相 犹如前体之纯阳 神福 单到火后变化神庙 有其福信 四圣衰六句 阳之中 集阴之时 十六日之后 月之光盛极而衰 其名渐亏渐渐 终当成会 而还于出 故说圣衰渐吉 终还其出 单到则以此 明阴阳火浮之转换 至于急则 见向自己的 对立面转换 这个过程 周而复始 又月于十六日后 一阴前生 月之光始亏 如周易三化之讯相 余丹道岩 则以之御阳火 尽天至极 须当以阴符皆知 通过徐运阴符 以包裹阳气 以达故技操持 保养其阳的目的 此乃丹道阴符 记统之时 如果以别挂钱向岩 则应在九四谣 九四以阳谣而居于阴味 其谣此岩 或月在冤 无救 御顶中千金 留拱之业费用 或生而上 或降而下 皆有其法则 不离于其所居顶气之中 顾炼丹时 顺其火后 进退之夷则即 反之则未 顾计 封顾之意 五更主六句 月至二十三日下贤 其光半窥 半明半暗 如周易三化 更挂之下 更易阳止于二阴之上 阴符进而止于易阳之下 更断说 更 之也 时止则止 时行则行 动静不失其时 其道光明 更挂主要的意思 是讲止的道理 其所谓止 止得事行于止 动语境皆各有其时 而不能错失其机 故说 更主止进 不得于时单道 则已知御顶中千金 留拱各半 父君 单道音符用功之于 其半之时 此时顶中一阳均平 阳火得音符相及 居于中正 刚柔相合 不偏不倚 当此之时 须当沐浴 时不可遇 此如以别挂钱向盐 则应在九五谣 其谣词说 飞龙在天 立见大人 文言对之解释道 飞龙在天 乃为乎天德 认为此谣 向征阳气生至甚高之位 犹如飞龙生在天空之上 此于周立言 则为九月 十月 下立言 则为七月 八月 此时草木已长成 天德之功一倍 故为喜庆之事 又汉一纳甲之法 有识英之说 以六位配挂之六谣 即初谣为元氏 二谣为大夫 三谣为三公 四谣为诸侯 五谣为天子 上谣为宗庙 九五谣所处 正好是天子之位 前之九五居上挂之中而得证 意味着其刚而不至于造 柔而不至于诺 既刚见中正 又通全答辩 丹道则以之御顶 中签 拱之七巨族各半 丹药尽于原城 故有加喜之庆 于 越过 点 主管 他本 指尽或作尽职 六六五六聚 六五即每月的三十日 月至三十日 其光尽敏 其相如周易三化之昆卦 昆为纯阴 阴急而扬生 故月忠史出末 接于会朔之间的三十日前后 其以昆代表之 故昆可以截阔忠史 因为忠而阳为史 又昆卦取向大地 大地掌养万物 为万物之母 故其能蕴养众子 世世为万类之母 一说六五即昆卦的六五瑶 六五以阴瑶居于阳位 右居中位 阴阳向成殿化 丹道已知欲阴符将尽 阳火重生之时 阴丹道火后从昆而始 阳火用时 至昆而终 阴符完结 昆可截阔桓丹火后之中时 故其能为道之规矩 一说 众子 急中卦火符 皆自昆出 如昆时便出瑶为阳城镇 二阳城队 三瑶聚便为纯阳城前 复由前体便出瑶为阴城训 二瑶城庚 最终又归于昆 故昆为重挂火符之母 如以别挂前向炎 则因前之上九 前上九炎抗龙有毁 其与昆上六所炎 龙占于也 其血玄黄相配 以名孤阴不生 孤阳不长 前上九之 抗龙 必与昆之上六 占得于也 方可论阴阳相敌 均和 丹道则已知于音符节阔之时 太阴之月与太阳之日 合避而会的情景 字外丹言 此时千拱俱化 金丹已成 故当之火 字内丹言 药物生于昆腹 得火而生于前顶 富又降于昆腹之中 此时神器归根 既然不动 稍后则会去说来 静急而动 药苗又新 须是生白 复生耕月 故昆为药 火之母 六五一说为月会之三十日 一说为昆之六五摇 孕运养 孕育 抚养之意 类 万类 也及万物 类母及万物之母 成 他本或作吉 又他本已上酒抗龙 占得于也 用酒偏偏 为道规矩为一句 将之放在下文 转而相遇之后 七用酒六句 外丹以酒为养火 用酒为用火 火焰熊熊 则有翩翩之下 以火消金乃外丹烹炼之法则 规矩 养火用之有其限度 火烹到一定程度 需要撤火 撤火之后 根据情况 又要生火 故炼丹过程中 火有生有灭 得火之烹 顶中签 拱等药物情性相合 辗转相容 相合能成其珍宝 内丹则以神 气为阴阳 为性情 其所为金情 木性 实则欲止神 气 神 气本为一物 后天分而为二 其中 木性为魂 藏于甘居冬 金情为魄 藏于肺居膝 东西间隔 魂魄不能相聚 若能以气和神 或以神欲气 此则为推情和性 则木性爱金 金情恋目 金目不间隔 魂与破转而相语 神与气魂而为一 在这个过程中 阳生则阴霄 阴生则阳霄 自然而然 有阳火 阴福之用 其中 阴及阳生 或为昆父之计 此为天根 阳及阴生 或为钱购之计 此为月枯 邵雍在其官物银中说 前玉逊时官月枯 地逢雷处看天根 天根月枯闲来往 三十六宫都市春 所表达者 即是阳火 阴福之转换 有如善为之意 用九 周一说卦说 参天两地而已数 五行生数中 天一 天三 天五为阳 参天相语而成九 第二 第四为阴 两地相语而成六 这是对坤之所以用六 前之所以用九的一种解释 又 在周一释法中 如果事与前卦 六窑皆七只少阳 则已卦四断之 六窑皆九只老阳 则已用九断之 前之用九说 剑群龙无首 即因前居周易重挂之首 如以阳刚再居首位 抗吉则有悔 故前之群龙不以首位自居 方可达刚柔奸己之妙 用九意味着老阳已吉 则需善让 退位于阴 阴阳相缠 往来屈身 如鸟之飞翔 翩翩然上下翻舞 此乃天地阴阳变化之法则 翩翩翩 鸟类飞行之茂 欲从容不破 悠悠闲暇 进退自如 从心所欲 阳术 执久 欲丹道之火 以气完成之意 推行何性 或为丹道阳火发动为情 其静存为性 由情归性 急由动归静 静中又欲欲动 动静辗转相语 如循环玄机之运转 转而相语 阳中则阴复起 阴急则阳复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